终于把老爷爷安顿好了 希望能够早日醒来 因为沙漠高温 直接把我的小家烧得破破烂烂的 哪有一丝养兵的环境啊 必须想办法加固才行 在这里最坚固的就是黑金石 可是石帮人火的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沙漠里面高温又干燥 有啦 用石头煎个石头方也不错呀 去找小猪猪问问 哪里的石头最为坚定 鸡猪猪猪 别睡了别睡了 你知道哪里最多石头开采吗 一大清早的朝我睡觉 往北边走的岩石山 那里的岩石是最适合造房子的 不仅坚固还能成凉 得嘞 谢谢你了小蜜蜂 你继续睡吧 我要去干活了 走了大概一公里 终于看到了蜘蛛说的岩石山 二话不说就挖起来 这岩石冰冰凉凉的 果然如小蜘蛛所说 适合沙漠建筑 有多少挖多少 不知不觉都已经傍晚了 我的背包都快要放不下这些小石头了 那就赶紧回家找爷爷 幸好赶在落日前回家 爷爷你终于醒了 真是医学中的奇迹 我还以为 呸呸呸 鱼儿刚才去哪了 看你这满头大汗的 不碍事不碍事 我却不是去挖了点石头 想把家里砖设个完成嘛 哪要那么费劲啊 给你这块闲者之石 可以等价代替物品 点一点山鸡也能变凤凰啊 可是爷爷 怎么会有这天上雕像饼的事呢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 我可不敢心急妄动 虽然按木头的价值不如石头 但是等级差距不大 最多消耗保护度来替换 那我不是省石油神力啦 连房子都不用盖啦 只要轻轻对着木头点一点 这木头瞬间就变成了石头 虽然一口气消耗了我50点保护值 不过还能够吃点牛肉顶一顶 大变石头屋就完成了 既然木头能够变石头 那石头岂不是就可以变成黑药石 哎哟不就是消耗肚子里的食物嘛 就当减肥好了 木脸三变黑药石 叮 还真的可以呀 再也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 而且艰苦不吹的 什么妖魔鬼怪都通通退散 三百六十度五四角包围 没有一处有缝隙 这苍蝇都飞不进来 什么感觉头有点晕啊 哼感觉身体被抽空一样 怎么这血量上线变成10点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爷爷 你看我的血条只有10点了 等下替换才不会有额外的代价 岩石换黑金石这差距太大了 所以代价就是用你的生命力来代替了 不是吧 那我怎样才能够变回来啊 我再也不贪心了 这人心不足蛇吞相啊 哼 好 嗨 拜拜